各位早安佛光的观众 菩萨大家平安吉祥 当然今天的这个话题还是一样佛学会考 各位请看 这个是佛学会考英文组里面 小朋友的题库 有个封面 看得很可爱 所以把它用上来 首先我得讲一下 这次的题库考试 在官网上我现在看到七种语言 实际上我算一算 比如说中日韩 中文的 日文 韩文 英文 法文 西班牙文 葡萄牙文 其实还有一个后来再增加的 印度的帕米尔文 所以是八种语文 那这个题 就是说试题 我们准备的 并不是只有八组题目 它还得要按语言 年龄 再加上 就是说 比如说一个中文组 虽然是分 这个第一集 第二集 第三集 但是呢 因为 时差的关系 那这个区域怎么划分 同一个时区的是一组题目 不同时区的 我们还在另外准备不同的 这个题目 所以就是不会完全一样了 那这样子的语言 年龄 时区 这些 把它考量起来 我们一共准备的这个试题 考题的这个组别 一共有37组 各位想想看 其实 我们为这一次全球佛学会考 所这个筹办过程中 种种考量 包含在网络上考试 那要怎么样去 这个收到 报名是一回事 考试的时候呢 怎么收到这个考题 什么时候开始作答 作答时间 什么时候结束等等 都是在这个参加办法里头 其实都讲得很清楚 也就是说 各位你就是报名 但是其实呢 我们承办单位呢 要做的工作 那可真是 非常庞大的一组工作 但不管怎么样 讲 就是说 在很努力付出 然后参与 筹备的这些 所有的法师们 所有的义工工作人员们 大家都是非常欢喜的 这样我们在开会过程中 如果有哪一国 说我们想增加一个什么 组别啊什么 马上行政组 可以 没问题 马上处理 还有那个 我们的群里头说 哪一边什么问题如何 行政组也都是马上 就是非常乐意的 提供方法 了解你的困难所在 然后解决这个问题等等 所以光是看到 我就觉得 哇好像 这是一群菩萨们 要护法 护大家的法 非常的用心去投入去 让这一次可以 顺利圆满去举办 那所以讲起来 我还是一句话了 就是因为到 今天早安佛光 大家看到 其实距离报名截止 将会剩下两天 这是什么呢 今天是8月18号 然后报名截止是20号 所以你看到的 就是这个8月18 19、20 那我想 有一些人 可能还会犹豫 比如说 从昨天的早安佛光播出 我听说 有一些人受到鼓励 就是说 哎呀 这小菩萨都 这么这么精进 那我们要赶快报名 也要来用功了 那这个是受到鼓励的 那有的是受到刺激的 就说 这个小菩萨 你看在加拿大出生的 他都可以这么积极主动的学习 很多人赞美 我们的孝孝 这乐乐 写字的是乐乐 这乐乐的中文写这么好 这么有善根 这个乐乐13岁 出生加拿大的小菩萨 都报名中文组的一级 第一级的考试 有一些大人就说 那我们要改一下 改为第二级至少 这个大家随喜就好了 其实我是觉得说 受到鼓励也好 受到刺激也好 都很好 就是你只要参与 你觉得你可以尽力 做到 这样子就都很好 那就好像 其实我前两天 跟我们在纽约 中国广播网的 陈慧城台长 我们每个星期 跟他录影 这个也是在线上 就录纽约佛光 纽约佛光大概谈的是 还是以这个 大纽约地区的 关心的这些话题 比较为主 那就看台长怎么问 我就怎么答 那当然 他问到说 法会后还要忙什么 我说当然忙佛学会考 这个台长很可爱 他问了 万一考不及格怎么办 他说他也觉得应该 他也要报名参加 他说他平常是 没有太多讯息 如果考不及格会怎么办 以前在学校 如果考不及格 可能老师会责备 和怎么样 但是我跟台长的回答 我说你报名就及格了 不报名就不及格了 作为一个佛教徒 各位请听清楚 作为一个三宝弟子 现在只是说 真的是也是一个自我检视 就是说你去了解 你自己对于一个佛弟子 学佛的佛弟子 那你学了多少 佛法真意 这套书 你说照说了 你应该是三本都要看 因为其实大师把非常实用的佛法 从基本的教义 明相在第一册 然后跟佛教相关的运用 这些 都在第二册第三册这些 所以实在说应该是一到三册都要看 但为了减轻大家的负担 有的人他说我现在才知道 现在距离考试9月12号 英文组的像小朋友 英文的大人青年 英文组的9月19 在北美洲的这个考区 那北美洲的中文组的9月12号 我一直提醒大家 早安佛官的观众福尚们 你是在各个不同国家地区吗 你一定要了解当地的公告 会有一点点误差 就有一点不同 所以不能够都是 像我常常讲都是以美东地区在讲 各位了解一下 那总是台长这样问说 不及格怎么办 我就跟他讲 我说真的不及格是很难 我从两个层面去看 第一个就是说 你作为一个三宝弟子 一个佛弟子 那全球佛学会考 没你的份 这是多凄凉的一件事情 这说不过去 你说我是佛教徒 我这怎么办呢 就是报名参加 其实这是一个心态问题 你觉得佛学与我无关吗 那就说不过去了 这做佛教徒就不及格了 所以真的是要 你要报名了 你已经是合格的佛教徒了 那至于说考试如何 只是反映你的学习的状态而已 我说没有人会惩罚你 只是让你知道 你的学习够不够 就是这样而已 那个台长一听呢 陈会台长就 好我可以报名了 就很好 那总之我想我们的观众菩萨们 也是一样 你说你作为一个佛弟子 全球佛学会考 你报名 你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护持 你就是一个共襄圣举 平常时我都称各位是 各位护法信徒 各位护法信徒 就是护持佛法的信徒 那护法信徒 对于这佛法 到底护的是什么法 都不清不楚 这也是说不过去 所以我想有佛学会考 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让大家就产生一个动机 就是我报名 报名 以中文主讲 我报名第一集 我至少看第一册 那第二集的 那就看一二册 你要这个课期取证 就是定下一个 当然定下考试 考试真正的考试时间 是9月12号 美东 我讲北美地区 北美考区 9月12号 那这个美西在下午一点 美东在下午4点 那么你知道说 你定下这个 知道这个考试日期前 你如果说你报考第一集 你会把第一册看完 你如果报考第二集 你就会把两本看完 第三集 你就会把这三本全部看完 它就会产生一个动机 让你去用功 所以我之前就跟大家报备 其实我也蛮挂心 哎呀 8月20号 我不是会考这个报名截止 但是之前呢 因为我想也有很多新的 这个菩萨们 就是朋友们 在网络上认识佛教了 所以第一次要去参加直播 这么多道场 在办七月的法会 那有几个道场 在拜梁黄宝灿 我才说 我还是先把梁黄宝灿 按照这个眷属 当时时间安排还来得及 按照这个进度 就把梁黄宝灿 只是每一卷 抽一个重点出来讲一下 那也很多人反响也很好 我说这就是心里有个底 知道自己在送什么 理解多了 所以收获很大 那现在呢 就后面这几天 我说我天天就 这几天呢 就讲佛学会考 所以截止是8月20号 但是你这准备时间呢 你还有大概三个星期吧 那其实我觉得要用功 没有什么 只要有心 真的天下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就是各位 如果你是家长 你要鼓励你的孩子 说要考前你要用功 现在想一想 不是只有张口 要孩子们怎么做 那我们又如何 那我是觉得说 像昨天 是我请了这个笑笑 跟乐乐 两姐弟 真的应以 这观音菩萨普门品说 应以合身得度者 观音菩萨极限合身 而未说法 应以同男同女生得度者 观音菩萨极限同男同女生 而未说法 就很多人从 这个乐乐跟笑笑 他们的准备也好 对谈也好 受到很大的启发跟鼓励 其实我今天还想讲一下 我相信 十年后吧 就是人间佛教的时代的来临 为什么这样子说 现在不是吗 现在嘛 如果以我们的师父 努力了这么几十年来 应该讲起来也是 超过五十年 这样努力 那还有人在问 佛教就佛教 为什么讲人间佛教 师父讲 佛教本质上就是人间佛教 人间佛教 当然就是佛教 但为什么强调人间两个字 因为佛教容易落入 就是传统佛教 还是很多人讲 我就是吃灾念佛 你不要叫我去读什么佛经 那些我不懂 这个年代 其实应该要度过了 我为什么讲说 再十年就会是人间佛教的时代真正来临 为什么呢 我从看这些小朋友 他们的学习 我举例讲 纽约 纽约道场的三好儿童班 这是我们协会的副会长陈慧 也叫陈慧 刚好跟台长 这个同音 那总之就是 Janny 她带动这个纽约的三好儿童班 有一次她好激动 几乎含着眼泪 好激动跟我讲 她实在是太高兴了 因为这样带着 一年了 那这个节夜前 小朋友们在分享 他们都要 presentation 他们要发表他们的作业 他们怎么样把这个六度波罗蜜 运用在生活之中 日常生活中 他们怎么样情况 比如说遵守交通规则是戒律 比如说帮妈妈做什么家事 什么什么是什么 把这六度全部都 你怎么运用举实力这样子 所以当他们做出这些报告 然后分享的时候 老师们非常感动 但是小朋友怎么说呢 老师为什么你这么高兴 你这么 就说你这么 好像很exciting这样子 老师就说 你们不但了解 还懂得运用 实在是小朋友好棒棒 小朋友觉得 这有很特别吗 小朋友觉得 老师你很奇怪 这有很特别吗 这个不就是我们本来 日常生活中就是这样子的 这不是生活中都是这样吗 各位知道这句话多么殊胜难得 我刚刚讲 传统的佛教 你跟他讲 布施持戒 忍入金金禅残天 他就讲 你不要跟我讲那么多 其实我不懂 这个年代应该要告别了 我们的小朋友 有的六岁 有的十岁 他们讲 布施就是什么 持戒就是什么 这是很自然的 不是吗 我真的期待 这一代的小朋友 再十年 再十年 当他们是青年的时候 每一个就 这就是日常生活 不是吗 这不是生活中 佛法就应该是这样 本来就是人间佛教 当他认为这是本来 自然 想当然而 就是这样 当他不认为 这是一个很努力 怎么样吞下去的道理的时候 就是这样子做 这人本来就是这样 生活本来就是这样 当他认为本来是这样的时候 这就是人间佛教的时代 真正到达了 真正来临了 我很高兴 我在想到这样子 为这些青少年 这些小朋友 小菩萨 再怎么辛苦去 去做所有所有这些工作 我觉得都是值得的 人间佛教的时代 在我们这一代 应该要努力 但是当我们努力 菠萨的种子 它已经 一棵小树 已经长起来的时候 这棵小树 我们就可以预见 未来 它们是辟印众生的大树 所以从佛学会考 讲到这些 我是非常的 真的 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我是非常高兴的 所有一切努力 辛苦都是值得的 那总是 这是佛学会考的一个话题的延伸 只是各位观众 菩萨们 小菩萨 他们的未来是如此的一个成长 那在佛学会考的参与上 各国 我明天可以讲一下 那个法文的翻译 那个我都一直觉得感念在心 明天继续分享 那总是 这个时间 这么样的急迫是在报名 所以你要赶快看一下 我们这几天的 早安佛光 谈佛学会考 把最新的状况给大家了解 或者是幕后的情况 给大家了解 然后连结 每天都有 所谓佛学会考 大补帖 各种讲解 还有中文的 英文的这些题库 内容 通通连结在下面 各位一样一样去看 这些 我想 你的第一件事情 应该就是 马上报名 就对了 你就是合格的佛弟子了 就到这里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